好 接下來白痴指數 二 兩顆星 好 看一下來了 為什麼你水裡還有 對啊 還在吃 你剛剛這白痴有什麼東西 雖然沒有付到錢 但是這真好吃 剛剛海鮮煎餅 剛剛那個正確的吃法 正確的 好 來來來 胡椒 辣椒生吃的話 是屈含故胃又減肥嗎 是不是這樣子 你知道我曾經有一陣子流行 辣椒減肥法嗎 就辣椒粉泡什麼檸檬水 我喝了半 用喝的啊 每天喝一桶 好喝的兩個多月 你覺得有效嗎 我也算夠吧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效 他們看 有效我就變瘦了 傷害呢 有沒有什麼傷害 因為我覺得喝到後來 你會很膩 然後因為又是檸檬 然後又是辣椒 又酸又辣 好傷胃喔 不舒服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個不成立啦 那胡椒的話 我是覺得米粉湯加胡椒 是史上我超級好吃的 然後我們是蠻愛吃辣椒 可是因為小孩不吃 所以我很喜歡吃那種 醃辣椒 對 那個超好吃的 剝皮辣椒 用醃的 那不然就是那種下去 微爆炒一下不要太辣的那種辣椒 就好好吃 有那個綠色的啊 對 綠色的好好吃 糯米椒 那個糯米椒炒肉好好吃 對啊 那只是不想那樣成分也不一樣 但是吃起來就覺得很爽 對 就覺得好像下雨天啊 冷冷的天吃點胡椒啊 辣椒很舒服 很舒服對不對 而且胡椒 因為我們用這種事有時候 放罐子也會有點潮濕啦 所以真的要它那個香味出來 會用乾鍋去把它烘一下 對 要烘一下 或者是如果像我們煮花雕雞啊 或者煮什麼湯的肉 花雕雞你也會自己煮啊 花雕雞那個湯裡面要有辣的味道的話 我們不會用辣椒 會用胡椒粒 那個辛辣味會被煮出來很香 然後會有個刺刺的感覺 它就可以代替像辣椒這麼辣的那種感覺 那辣椒的話我自己幾乎都不生吃的 因為我覺得辣椒它是 好像應該也是跟 它也是脂溶性的 所以我覺得它的營養素 應該是用油稍微炒過一下才會出 那為什麼不生吃咧 有不辣嗎 有辣椒嗎 我以為它有特別理由嘛 那你覺得能夠減肥或是顧胃嗎 我覺得 虛寒啊 我覺得能夠減肥 如果照姿佑姐這樣講的話 減肥 照姿佑姐的身材 我自沒手 就是應該先把胃給搞壞 那吃不下東西就減肥到了 剛剛真的這個問題回答一下 好 這個胃啊 就是說如果像我們有一些胃潰瘍 或奢侈膽潰瘍的病人 其實我們都會記所謂的辣椒 因為它還是屬於刺激性的 那剛剛姿佑姐講到那個安妮 其實我們確實碰到很多病人 是用辣椒去減肥 然後它是早上空腹喝 喝到後來一個月之後 它真的胃就整個就不舒服 而且已經要潰瘍了 所以這個不能輕易嘗試 那確實本來就辣的東西 就會促進你的血液循環 這是一定的生理反應 但是你說要提高到多少的代謝率 讓你消耗掉脂肪 這個是要往後一大步的啦 所以不太可能會因為你吃辣 而去做一個減重這個動作 對 然後通常辣椒 辣椒通常會有兩種營養素 主要就是說如果你生吃的話 維生素C其實還滿夠的 所以有沒有發現 好像比較喜歡吃辣椒 你說好像他們是說比較白 就是說對 皮膚會比較好 那是才好嗎 對 維生素C 但是辣椒又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因為它是紅色的 那紅色裡面它的胡蘿蔔素也滿多的 那它會轉化成維生素A嗎 所以你其實基本上如果辣椒 它是可以用一點油 下去做一個油草的動作 那帶出維生素A 所以其實辣椒是可以用油 也可以生吃 對 但胡椒呢 胡椒的話 因為在中醫他們可能會是入藥 那我們營養師用在哪邊 用在就是說 這些新香料用在一個高血壓的病人 就是說有些高血壓的人 他可能比如說他會被我們現鹽嗎 現鈉這些部分 那他可能會覺得 吃東西都很沒有味道 那我們就會建議他一些比較低鹽的調味料 那剛剛其實譚護理師用的醋 或是像這個黑胡椒 都是可以用的 其實辣椒這種東西 千萬不要生吃多吃 它會引起我們神經系統的省傷 你會沒燒神經的感覺 比較沒有那麼靈敏 然後你還會導致消化性的潰瘍 然後你剛剛就是有講到 高血壓的患者是千萬不能吃辣椒的 所以一樣你有在發炎的症狀 像牙齒痛 喉嚨痛 眼睛痛 頭痛 或是蜜藥系統感染 甚至你有痔瘡的 都不能吃這種東西 胡椒再重要 它是屬於熱性的食物 是腥味又辣又熱 所以一樣 像高血壓患者 雖然可以吃一點 可是如果你有心腦血管疾病 就你的末梢循環不好 然後你可能血液比較濃 或是高膽固存的 其實也不能吃太多 熬夜的時候也不能吃太多 所以你血分不夠的時候 都不能再吃熱性的藥材 火上加油 這樣子反而會有反效果 那譚老師 如果我們把辣椒裡面的辣椒籽 把它弄掉 是不是就安全很多 其實是啦 因為之前有一個病人 他就是因為他去胃不舒服 他去照胃精 結果他的看起來 胃壁中間卡了一個辣椒籽 結果周圍通通潰瘍了 所以一定要把辣椒籽刮乾淨 但是其實膠類啊 膠類其實都是很好的食物 青椒 紅椒 像青椒或紅椒 尤其是紅椒 紅椒我們發現 它營養價值裡面啊 它的維生素A維生素C 其實都是數一數二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小朋友的話 如果他 像有些人他會把紅椒青椒 烹調的很好吃 那我覺得他倒是可以去取代 那個紅椒青椒這樣子 可是紅椒那一類的 是不是辣藥真的下很多 對相對比較多 如果以台灣這幾年來 就是例行公布的這些 包裝蔬菜的抽驗裡面 紅椒類確實相對排名 應該排得上前十名 所以有時候就不太敢買 所以洗乾淨 不是不太敢買 是洗乾淨就好 可是我覺得 大家一定覺得很有趣 就是你記不記得 其實我們傳統的 比如說 有些人會拿辣椒來幹嘛 你有沒有貼過一種東西 叫辣椒膏 其實他們當時就想 辣椒膏貼了 為什麼可以止痛啊 或者對那個東西 所以外國也曾經做過這個研究 到底辣椒裡面有成分 是不是有成分 真的可以消炎止痛 因為他就發現說 辣椒在外浮的時候 他的止痛機制來自於什麼 你知道我們 腦袋要覺得痛是什麼 是自己的痛 透過神經傳遞 對… 進來大腦說 啊 我在痛 對 然後所以這個傳的上來的時候 你才感覺到痛 對 但是辣椒塗在的時候 有一個什麼作用 這時候他會阻斷它 就是說 它分散注意力 因為你會覺得 所以不是好了 是你注意力分散到別人 好像不那麼痛了 因為他覺得熱熱的 熱熱的 然後這個熱熱的 它會去分散你的 刺絕的神經的感覺 所以你傳到大腦 不會覺得暖暖的 而不是覺得痛痛的 所以他發現說 最主要的功效在於 它可以分散這個神經的敏感度 其實很多物理治療 你不要覺得 很多物理治療也是這個效果 像電波或什麼 還是用電的刺激 所以你把他吃進去 不但不會止痛 會更恐怖 因為你們之前 這個辣椒減肥 其實不只是那種 喝蜂蜜水 男生才不會喝蜂蜜水 那太娘了 男生他就決定 怎麼吃辣椒 很簡單 他三餐 每餐 都吃辣椒拌辣椒 然後什麼東西都放辣 因為他想說 這樣一定會瘦 結果沒有錯 他真的吃了一個禮拜 就瘦了 那為什麼後來 發生什麼停止呢 因為他上課 上了一半 就昏夜 他昏倒的就送醫 因為太痛了 因為他胃發炎 非常嚴重的發炎 發炎到他都已經胃肌軟 就緊急送醫 所以老實說 他如果你是吃下去 是不能止痛的 反而會更痛 對 所以要吃不是不能吃 他們的確是個好食材 但是要吃對 同一吃 來教一個另類的 辣椒 胡椒 的一種養生飲 其實老祖宗的養生智慧 有一個很特別的 叫 來教一個另類的 辣椒 胡椒 的一種養生飲 其實老祖宗的養生智慧 有一個很特別的叫 現在又被重新拿出來使用 因為黑胡椒這種東西 它可以幫助我們排檔 所以有的人那種乾咳 那種老年的咳 怎麼咳都咳不好的 黑胡椒它可以幫助我們的 在亞馬家一剛開始 它是 所以晚上有一個叫 胡椒是吹琴的聖藥 你整包要打包了是不是 這麼不花大錢的吹琴聖藥 整粒的黑胡椒它其實是入腎 然後取這個形狀 然後它一定要在喝的時候 現場先先研磨 它那顆粒會像這樣子粗細不均勻的 才是比較有這個胡椒的成分 然後我們可以研磨大概三粒之後 因為有那種研磨罐 然後用熱水沖之後 加入一點點的蜂蜜 蜂蜜當然也是這個潤肺止咳 所以對咳嗽很有效 對皮膚的去斑美白老化也有效果 而且又不像辣椒這麼的刺激 所以可以把它當成一個養生的茶飲 來試試看 我有喝過那個珊瑚椒 這是馬告 對 跟黑胡椒那有差別嗎 它其實是不同品種的東西 可是它只要是這一類的東西 它都有類似所謂吹琴 增加這種生育能力 或者是增加活力精力的這種效果 喝起來是滿好喝的 還不錯 發熱的嗎 沒有啦 滾軟流在竄 沒有像我想像的這麼怪 只是喝起來稍微甜甜 那個黑胡椒是 但是沒有在味覺上產生什麼 就像個香料茶 對 很像香料茶 蜂蜜應該是在壓黑胡椒的辣度吧 其實是對 潤肺 然後潤充皮膚的一些營養 如果你喜歡單喝黑胡椒 不要加這個蜂蜜也是可以的 但是一般蜂蜜它保濕 滋潤效果好 有的人它腸胃刺激比較強 加一點蜂蜜 比較不會對腸胃造成刺激 那整天一直喝可以嗎 其實還滿好喝的 它就是一鐵這樣子 就是一天還是一杯為主 一杯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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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還得了嗎 不是 我們想說黑胡椒很香 那這個黑胡椒墨也是可以喝掉的嗎 可以喝掉 一般黑胡椒的用量 一天大概就是大顆的五顆以內 危險度 以內 太多還是不好 好 那麼接下來還有白痴的指數 三顆星 中西香料還有香草類的 抗氧化又抗發炎 新鮮乾燥兩箱一嗎 真的是如此嗎 中西的香料 當然我們桌上擺了很多 對 例如這邊是有包括了 玉桂 玉桂粉 蘿蔔葉 還有這個是譬如說迷迭香 咖哩 八角 對 很多 對… 但是這類的東西 真的有這麼好嗎 不管新鮮乾燥都OK的嗎 就是說 比較有重味道的肉餅 比如豬肉 魚肉 就可以把它增加香味 去腥 對… 那如果說沒有味道像雞肉 增加它的香氣 對… 所以食用上都常用到 可是我不知道怎麼用 會… 會有白痴指數喔 覺得應該都很OK才對 對… 我覺得好像… 邏輯上它都是好東西 對… 怎麼可能把它搞砸呢 如果是粉類的啦 粉類的我通常都會先把它加熱一下 對… 其實我覺得像乾燥的辛香料 我覺得應該還是有它的功效在 因為我曾經聽過一個那個印度人跟我說 他說… 你認識印度人 你認識印度人 你認識印度人的來辦法是不是 你怎麼溝通的 是我的好朋友 你的好朋友 他講中文 他很會煮菜 你不要笑看他的膚色 他的印度人好朋友 對… 你是印度醫的喔 他說他們印度 都吃印度的香料 加在咖哩裡面 所以他們從來不感冒 不生病 就這真的 他可以增加抵抗力 他們真的在做咖哩 跟我們不太一樣 我們可能就單純咖哩粉 但是他們還可以加很多 譬如說什麼蘋果啦 加什麼下去熬煮 那個感覺很… 他等於是有一點類似像中藥材 像下去熬煮 所以他們很少生病 很多的辛香料的東西 我覺得啦 有些可能它必須要經過乾燥之後 它的效果會更好 可能有些東西新鮮 就像肉桂 我覺得肉桂如果是新鮮的這樣吃 它營養素有那麼好嗎 我覺得很多的東西 就跟中藥材一樣 有些可能它必須曬乾 有些可能它必須利用它的一個轉化 我們才有吸收 可是我們可能疏毒的不夠多 可能沒有辦法吃到那麼多 只知道把它煮熟就好 對 但你覺得乾燥的應該不錯 我覺得乾燥也有它的好處 不然中藥為什麼都乾燥的 其實在辛香料裡面 我發現辛香料就是說 因為它本身就是說 它都是有一些辛辣的口感 辛辣口感裡面就是 它主要是硫化物 所以我剛一直強調說 如果你是高溫去烹調的話 你會發現你煮出來的 蔥薑蒜或這些辛辣物 都沒有味道 所以你這次有吃到油的香氣 所以它其實它裡面的一些 抗氧化成分都降低了 那我會推薦幾個 比如說像大蒜的話 目前在研究上面 發現大蒜其實跟像胃癌 直腸癌的部分 它是有幫助的 可以降低耶 對 降低 但是那是煮熟的 還是要半生不熟之類 要生的兩半 如果是生的兩到三半 然後切碎 就是上次我們有講說 要把它切碎 讓它的那個蒜數可以出來 就等一下這樣 然後另外洋蔥喔 洋蔥一天半顆的洋蔥 可以降低50%的一個胃癌 也是生的 也是生的 但是因為洋蔥 它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今天討論辛香料 可是洋蔥它是蔬菜 所以其實它是可以 一天半顆的話 大概是半碗 就等於是有點像是 一份蔬菜的量 所以其實洋蔥 如果說一般人 我們會鼓勵 其實每天可以吃 可是如果是老人家 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眼睛床上看到 老人家吃洋蔥會 太多會脹氣 那你就要把它煮熟 比如說像那個洋蔥炒蛋啊 或是說像把它煮熟這樣子 但是煮熟的 對於降低胃癌風險 跟心血管這方面幫助就 就當然不會像那麼高 但是因為辛香料 本來我們就鼓勵是中和吃 你可以吃洋蔥吃大蒜 一天裡面你可以中和去吃它 所以我們會鼓勵一天裡面 大概至少就是半碗的辛香料 把它混合這樣 然後如果你吃肉吃太多呢 其實肉的其實也會經過肝臟去做代謝 所以才會提到薑黃的部分 那剛剛講到薑黃素 其實就是比較針對於肝臟的木幹 對 那我會建議如果是我自己在吃 我不太吃那個快 因為快其實它組合起來 它會有一些年稠劑 真稠劑的東西 相對它食品安全的風 我覺得它的風險會比較高 對 所以印度人確實有它的智慧 它用一個粉 然後它的那個濃度也會比較高 薑黃的濃度也會比較高這樣 那肉桂的部分其實是這幾年研究 我發現說肉桂的話 在國外的美國的營養學期看 它很有趣 它說把兩批人分 一批就是說 他們在每次吃東西 吃甜點或是吃一些 比如說他們煮東西的時候 都會加肉桂 大概是 它大概是一小時 大概五克以內的肉桂 發現這一群人 他在餐後血糖 控制的比沒有吃肉桂的這一群人 來得好 所以我覺得肉桂可以用在哪裡 用在比如說你真的很喜歡吃甜點 或是你喜歡喝一些甜的咖啡的人 那你可能在穩定餐後血糖 你倒是可以加一點肉桂 然後最後其實像明蝶香啊百里香啊 這個其實裡面有個很重要的成分 就是肋黃酮 肋黃酮對於一些比如說像血壓高 壓力大的容易疲勞的 血管比較不健康的 其實都可以吃這些 然後具有抗氧化的 還有醬膽固醇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些辛香料 你每天可以變化 不一定要就是都是這幾種 剛剛講的蔥薑蒜啊 你就可以變化 大概一天大概是控制在半碗的量 其實他對身體 尤其是喜歡吃肉的 或是說你的壓力很大的 那他可以降膽固醇降低氧化壓力 那乾燥跟新鮮有差別嗎 如果是一般像剛剛提到的那個 那個比如說辣椒 或是洋蔥啊大蒜 基本上我們會希望是吃新鮮的 那當然是衛生條件要考慮一下 那如果是像粉狀的話 其實它有一個好處 它確實是濃度比較高的 因為它做成粉 濃度高相對它的一個療效 可能就會提高這樣 喔 食療的一個作用 是 其實我會選擇比較新鮮的啦 好像因為我們台灣 取得還蠻方便的 對 那有一些那個羅勒啊 其實我就會喜歡新鮮的 就是九層塔 對 那你一定要確實洗乾淨 很多人的香菜啊香料 就是這樣子帥個兩下 其實我們曾經發現過一個案例 那個哥哥跟弟弟的田是在一起的 那哥哥噴了農藥 弟弟不知道 結果就飄過來 結果很不幸的 他的九層塔 就有那個巴拉伊 就非常嚴重的中毒 哇 對 所以說其實辛香料還是要確實洗乾淨 辛香料我一定要就是一定要炒熟 那 起床病人 不要用咖哩塊 對 因為他的磷非常的高 對 不要磷 不要用咖哩塊 那薑黃其實是很好的抗癌物質嘛 因為台大有個教授 他專門做薑黃的研究 但是他就是單純的薑黃 煮飯的時候就把它放在裡面 很像這樣一樣放一塊 其實就達到了那個保健的功效 對 那就中醫的角度如果使用這些所謂的香料 要注意些什麼呢 其實大家最常用應該就是八角 八角在中那裡是茴香 八角在中那裡是茴香